美好的一天 从清晨开始 去学校传递给我们的思想 我们会在早饭前读书 我喜欢听门亮亮的感觉 在这里的每天 我都感觉很开心 并且很充实 有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 是我感觉在这里的每天 都是有价值的 我最喜欢学校食堂的红烧肉 汤用来泡饭是最好的 学校是我第二个家 我们这里的学生 以助校生为主 他们平时很少跟父母在一起 作为老师 我有义务一直陪伴着他们 最理想的师生关系呢 就应该是那种良师益友的感觉 跟学生能打成一片 在教室里呢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 我对学生呢 也有严格的要求 下课后我更喜欢把他们看成家人和朋友 他们平时很少和父母在一起 缺少关心和照顾 作为老师 我很高兴能够参与他们的健康成长 在这里 学校时常给我赶到家的感觉 记得那是冬至 我们学校没有放假 很多学生呢 留在了学校 我自己呢 就准备了一些食材 做好了饺子 拿到教室去 虽然呢 很多学生 每人只摊到了一两个 但他们一起吃饺子那种感觉 那种氛围 非常的高兴 让我一直忘不了 在学校里 老师和同学给我的关爱 时常让我感到温暖